吴亦凡出事了,娱乐圈的许多大佬也慌了,干净行动了起来,生怕这件事牵连到自己,他们为什么这么怕?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干净啊! 大家还记得《武林外传》第16集吗? 一个不法书商,范大娘跑到同福客栈,忽悠吕秀才为其写书,并声称,以知关系出书的事情由我解决,因为我上面有人。 我们看一下这个范大娘出过的书,什么《三国前传》,《水浒后传》,《西游外传》,甚至还出了《禁书》,《出强记》,《翘原家》等。 她为啥这么牛,那全都是因为我上面有人。《武林外传》中这个范大娘上面是不是真有人,咱不知道,但吴亦凡的身后是真的有人啊,而且个个来头都不小呢。 今天,咱们就来跟大家说说,无意又无德的吴亦凡,他为啥就能红这么久呢? 娱乐圈难道没人培养了吗?那些大佬们难道都眼瞎了吗? 这背后真实的原因,事情的真相说出来还真是会让人倒抽一口冷气呢? 吴亦凡走到今天这一步,有三个人是脱不了干系的,他们有的溺爱娇宠,有的助纣为虐,有的为虎作娼,可以说是亲手将吴亦凡带入了深渊。 这其中第一个人就是他的母亲,有道是虎毒不食子,怎么吴亦凡的母亲吴秀琴会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送进监狱? 那是因为聪明如他,在这之前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许多所作所为不是在帮儿子,而是在害儿子。 吴亦凡从小生长在一个单亲家庭,他的父亲在他十岁那年就离异了,他有母亲一人带大,吴亦凡的母亲吴秀琴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是个狠角色了。 早在2000年,他就在广州市盘下了一整层楼,开了一家,名叫广州市天河石牌兄妹清补羊肉城。 这充分说明两点,一个是这个吴秀琴2000年就已经很有钱了,另一个就是他的人脉圈非常广。 若非是一个阿庆嫂般的人物,又如何将一层楼的饭店开得风生水起? 吴亦凡的生父据说是某著名高校毕业的学霸,但并未被证实过,他给吴亦凡留下的唯一信息就是李嘉恒这三个字。 这是吴亦凡原来的名字,他的父母离婚后,他跟随母亲生活,从此改姓母姓。 据熟悉这对母子的人都说,吴秀琴是个很强势的女人,说一不二,尤其是对儿子吴亦凡,更是有着强烈的掌控欲。 他似乎想把吴亦凡的一切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 在很多人眼里,吴亦凡是个典型的妈宝男,这一点我们从小J那事件中吴亦凡说,我妈来了,我妈真的来了,就可见一斑。 吴秀琴带着吴亦凡移居加拿大后,他对吴亦凡的未来发展做了明确的规划,那就是上名牌大学,最好是学医,然后定居在加拿大。 然而吴亦凡对这样的安排一点也不感兴趣,于是母子二人就展开猫鼠游戏。 用吴亦凡的话说,只要他玩游戏,吴秀琴就来把网线。 吴亦凡喜欢打篮球,吴秀琴就把球给藏起来,因为打球会偏离规划线路。 这导致吴亦凡从心里对这样的武断十分厌烦,于是他就反抗,母亲越不让他干什么,他就偏要干什么,不仅经常离家出走,而且还在篮球队里当队长,甚至带着队员获得了华南地区的冠军。 后来吴亦凡想去韩国当练习生,吴秀琴最初也不同意,还哭,但这次吴亦凡拿定了主意,趁着吴秀琴不注意,就把合同给签了。 吴亦凡的这个做法令吴秀琴一下就惊呆了。 吴亦凡和母亲吴秀琴之间的感情很深,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,他们是彼此的唯一,用相依为命来形容也不为过,尤其是吴秀琴很怕失去吴亦凡。 他给吴亦凡最多的教育就是让他感觉到亏欠自己,事实上他也的确是成功了,因为就算长大之后,每次遇到事情吴亦凡都是听妈妈话的好孩子,哪怕他有自己的想法,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乖乖跟妈妈回家。 吴秀琴也习惯了安排吴亦凡的一切。 吴亦凡来到中国发展后,他的经济团队实际上很不稳定,很多员工往往来了不到三个月就辞职不干了。 而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吴秀琴会随时对经济团队的业务横加干涉。 他像一只老母鸡,将吴亦凡牢牢地保护在自己的怀里。 每一次吴亦凡闯祸,吴秀琴都冲在前面为儿子擦屁股,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。 第一,吴亦凡成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巨婴。 第二,做了一切坏事都不用承担责任的吴亦凡,还真就以为自己可以无法无天,为所欲为了。 这就为吴亦凡一步步步入深渊,埋下了祸根。 而且这次吴亦凡终于案发,因涉嫌强奸被刑拘,吴秀琴也是功不可没的。 因为实际上报案人并不是都美竹,而是吴亦凡的母亲吴秀琴。 这个王熙凤一般机关算尽太聪明的女人,最初的目的是想把都美竹送进监狱的。 他想学吴秀波诱骗陈玉琳的案例,先是给都美竹转账50万,想给其安上一个敲诈勒索的罪名,却没想到偷鸡不成反把自己的儿子给搭了进去。 话说我朝阳警方向来办案神诉,很快就查明事情真相,非但都美竹并未收到那50万封口费,反而牵出众多大瓜。 并于7月31日发出通报,针对网络举报的吴亦凡多次诱骗年轻女性发生性关系等有关情况。 经警方调查,吴某凡男30岁加拿大籍因涉嫌强奸罪,目前已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。 案件侦破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。 吴秀琴此刻恐怕早已哭晕在厕所了吧。 这些天,很多网友都在问,吴亦凡有作品吗?没有,有人品吗?没有,有义德吗?没有。 那么,他为什么还能红那么久?而且每次出事都能被人给按下去。 其实早在五年前,小Gina事件被爆出来的时候,吴亦凡就该被赶出中国市场了。 这个在音乐方面没有建树,在影视方面没有作品。 用编剧汪海林的话说,刺着加拿大考词牙,只会在镜头面前装插。 而且,个人品质如果糟糕,他凭什么能在中国走红? 他凭什么从中国圈走几十亿,还祸祸了那么多好姑娘? 是的,这个被资本孕育出来的怪胎,被无数无脑粉吹捧出来的偶像,已经从我们手中圈走几十个亿了。 是吴亦凡有什么过人的本领吗?那他还真没有,不过他的背后却有一个强大的资本帝国。 换一句话说,他的背后是真的有人。 而且这人可比吴亦凡母亲吴秀琴可牛差多了。 这个人的名字叫齐健鸿。齐健鸿出生于1967年6月28日,1988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,早年从事计算机销售,后来担任北京要来投资有限公司要来集团董事长的职务。 这个齐健鸿脑子活,情商高,人脉广。 1994年,全国掀起下海热潮的时候,他就已经捞到了第一桶金。 当时没人敢做奢侈品生意,但他很有眼光,不仅率先与香港珠宝商进行合作,而且还拿下了众多豪车在北京的代理权。 一步一步地,齐健鸿建立了一个超级庞大的商业帝国。 然后,他把触角延伸到了娱乐圈。 2008年,他通过香港地区漫画公司玉皇朝集团借壳上市,后更名为要来集团。 2010年,他又和成龙一起创办了要来成龙国际影城,并逐步将发展重心转移到了娱乐业,将其实际控股的要来文化注入A股上市公司。 文投控股成为了文投控股的二股东,那时在齐健鸿身边围绕着的全都是华谊兄弟、成龙、张国立、冯小刚、李冰冰、黄晓明等这样的影视圈大佬和明星。 2016年,齐健鸿不断扩张影院业务,近2016年就新开了15家。 其文投控股实现了跨越式的业绩增长,市值一度逼近千亿,净利润也是连年攀升,而恰在此时,吴亦凡出事了。 好了,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感谢大家的支持。